外長王毅轉到簡報寨繼續訪問 王毅在金邊和首相紅心會面 為中方希望簡報寨 明年出任東盟輪任主席國期間 中國和東盟國家可以完成南海行為準則相談 制定符合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實質有效的準則 彰顯中國和東盟國家有意願 有能力將自己的事辦好 洪森說,簡報寨雖然是小國 但不會在壓力下退縮 將會在台灣、涉港、涉疆等 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 繼續堅定支持中方的正當立場